爆粗有新片 網民質疑造假 新片稍後再給你們看 我們先講一下這個活動 究竟是口中所說的簽名會 還是政治活動呢 搞手之一香港行動 Facebook網頁 前日明明寫自己是政治組織 還讓我們說他 那政治組織搞對活動 是不是政治活動呢 昨天早就改了 叫Open Group 這些不是此地無銀是什麼呢 而這位過氣樓sir 有沒有違反警察通例呢 他跟警方都說是政治活動沒有違規 但監警會的他就說是 香港行動的發言人 他有高級督察選擇證 就鋪這張照片發起燒豬行動 一人一信投訴豬敏健 同樣是監警會的他就說 根據通例 政治活動的定義 不只是支持或者參與政治團體的政治活動 還有集會人士的公開言論 有沒有政治信息 警方一定要去做到 就是那個政治上是中立 也都給公眾去信服 警方是政治中立 可以很慈悲 很公正地去執法 這條線一定要守得很緊 學文仔都說 如果那天不是政治集會 那麼六四都只是點蠟燭的集會 公黨都看不過眼 找禿鷹抗議之外 還要求立法會開特別會議 請公安部長禿鷹 解釋一下警察通例 好了好了 給大家看爆粗新片 這條片除了六分鐘 還有一條九秒版本 不過這件事發生了那麼久 到前日子放上網 我們找不到林老師求證 有網民質疑 這條片那麼久才流出 可能是作假的 無論如何 林老師之前都道歉 加上這件事的焦點 應該是警方執法不公 預約堂破壁靈芝包子 初步臨床證實 或有助穩定血脂 血糖 膽固醇 我信預約堂 我信預約堂